nosis 政府它主動地去拋棄自己的這個 它去保護勞工的責任 因為勞工在資本主義的思想剛之中 基本上是弱勢的 是需要政府它是需要去做介入的 長照的部分 它可以去立法保障現在面臨過勞的問題 沒有辦法休假的問題的家務移工 現在工會它對於說 主持門檻要30人以下 但其實台灣八成是中小企業 很多勞工持續這樣的團結權 其實它也應該透過修法的方式 去保障勞工的權益 在台灣二十幾年了 這二十幾萬的家務移工要有法令的保障 就是公權力要介入這個私領域裡面的勞動契約 然後保障這些勞工可以有好的勞動條件 另一方面受照顧者的照顧品才會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它也覺得它也說了 要立法院開議之後要優先立法 所以我們今天來 要立法院已經佔多數的這些民進黨 落實它的承諾 長期的要求是說 要廢止個別家庭聘僱的制度 讓國家來承擔照顧責任 用機構聘務 讓勞工的勞工條件 能夠有替換的可能 就是勞工條件有保障 公時有保障 公職有保障 然後跟本勞搭配去提供服務 那這部分 民進黨是沒有承諾的 那另一方面我們也反對 就是民進黨跟國民黨在 長照的這個部分 一直要推動長照的產業 也就是說他們要引進這些財團企業 來做長照 就是商品化跟市場化 長照服務這個部分 我們是堅決反對的 那目前這個會期 可能有很多長照法下面的執法要修法 那我們也擔心 也會監督 民進黨其實我們有針對 國道收費員案的這部分 去尊助民進黨 能夠去照看專案小組 那他現在都還在籌備之中 所以我們也還不知道 專案小組到時候的面貌會是什麼 但是除了這部分之外 其他相關的其他數學 他都沒有去 就等於說是沒有進度的情況 那三次的承諾是說 會在執政之後 就是開始研逆消防制度 制度的各種問題 然後並反應到明年的 預算 就是要明年預算就可以去 比如說人力的補足跟經費 經裝備的改變 那所以我們也 目前在籌備的部分 是說我們要具體的去算出 尤其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就是到底人力跟裝備的不足 跟他的經費有多少 然後我們會提出更具體的數字 然後舉給門